大家好,我是麦子 今天的这道家常菜,梅干菜烧肉 比起梅菜扣肉略显繁琐的做法 更适合厨房新手来制作 非而不腻的五花肉 配上油润且稀足肉汁的梅干菜 非常的享口下饭 那我们开始吧 先把梅干菜用温水泡开 大概需要20来分钟 准备400克肥瘦适中的五花肉 切成厚片备用 泡好的梅干菜清洗干净,挤干水分 再加上青蒜苗,蒜子姜片,还有一点干辣椒 食材备起可以开火 五花肉片下入锅中慢慢的煸炒 炒去水汁,煸出油汁 等到表面微微的焦黄,下入糖炒匀 再下入姜片,蒜子,干辣椒略炒一下 这里要注意不要把五花肉煸到过于的干柴 会影响虫菜的口感哦 下入米酒增鲜去腥 等到酒精灰发后,下入生抽老抽,调味上色 加入梅干菜,炒匀就可以加入开水 因为需要炖煮,水量可以稍微多一点 水开后转小火煮40分钟 煮过的五花肉已经非常的软烂入味 转成大火,进行一下收汁的操作 让味道更加浓郁 另外大家使用的梅干菜,咸淡不同 这里大家可以尝一下盐味够不够 不够的话适当补一点盐 最后在起锅前打入青蒜苗 炒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这道菜口味咸鲜,微甜微辣 五花肉软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是一道值得一做再做的家常菜 不喜拉的小伙伴可以自行去掉辣椒 我是麦子,那我们下次见 记得点赞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